调皮洗脑肩膊乱着我 怎么形容感受到什么 也许还无法形容 我不懂不问你 就因为这个可恶的姑娘 让我觉得我整个世界都明亮了 我害怕我以后再也遇不到了 你的美月渐丝又柔弱 调皮洗脑肩膊乱着我 怎么形容感受到什么 也许还无法形容 我不懂不问装作不懂 等一下 韩十一 你这是在干吗呀 你可不能喜欢他 殿下 你别这样 十一 你心里有我 殿下 你误会了 我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刚刚是没反应过来 才让你有机可乘的 我愿接受一切的 如果你不在意我 为何刚才回忆我 我会都没有大力 我看心病 我会有心病 我怎么不问我 我肯过那时候 我肯过肯过的 我肯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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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过的 我肯过的 我肯过的 希望你不要强人所难了 其次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我便不再骗你 从我成为世子之后 韩芸娘就已经死了 我是韩世一 这辈子都是韩世一 我从未想过要恢复女儿身 所以 希望殿下收回对我的信念 世一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身份 你会在意我吗 殿下 没有人过 我这辈子 就只可能是韩世一 那如果有一天我能让你恢复身份呢 世界上有那么多好姑娘 你为何偏偏缠着我不放呢 如果我的王妃不是你 我宁愿不娶 所以 殿下的意思是 回京以后 你要向皇上告发我的女儿身吗 也许就无法形容只有我们能够 我在你心中 就是这样的人 如此 那便多谢殿下 我感情被所有人都看中 哪有呢 我知你心中有我 你只是为了守护韩家 不得不放弃感情 也许就无法行容只有我们能够